Hello大家好,我是玛琳达 今天我们来学折一只活宝小落设计的立体几何图形 下期可以教这个吗?QAQ? 可以啊,这个作品我觉得也可以叫它正方体堆 因为看上去像是四个正方体堆在一起的样子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CP作品 它的CP图呢,也就是折痕展开图,长这样 它需要做一个18等分 然后CP图上面红线表示山线,蓝线表示鼓线 也就是红风蓝鼓 这些我用绿色标出的区域呢,是成品会录在外面的地方 所以说折的时候最好尽量不要留下折痕 折这个作品呢,建议不要用太软的纸 否则可能成品会撑不起来 那么我们赶快开始吧 折这只正方体堆呢,我用的是15厘米的无印良品的纸 首先呢,需要照着这个CP图把上面所有的折痕给捏出来 是这样子对应的一个CP图 那首先这个18等分嘛,就先开始弄三等分 我在这里三等分的地方标上了线,以免眼花 所以先做三等分 那就是先边对边对折 然后呢,这个点连接这个点,把这块折上来 不要全都压 只在这一段做一个标记 之后呢,再做这一条对角线 在这里的焦点找到 这个就是整张纸的三等分点 从这个点,把那些三等分线给折出来 这样三等分就折出来了 那之后呢,再把每格分成一半做六等分 现在有了六等分之后呢 还需要把每一格再分三等分才能达到18等分 你也可以跟刚刚一样 就是做一个对角线 然后这里的终点到这里的线连接起来 这里的焦点就是一个三等分点 这个比较的麻烦 所以说我们这次还是来偷懒一下 好久不见的笔记本拿出来 这里三行对准这个边的两个点放上去 然后呢,每一个点在这边上的焦点 就是一个三等分点 从这儿往上折 这样子这个就是一个18等分 那么现在啦,来看这个CP图 避开这些绿色的方块的地方 把其他所有的线沿着它的凹凸来折出来 中文字幕rete 横竖格子的线差不多打完了 之后来捏那些三角形的形状 在正面找准它的位置之后 在背后捏 这样子就可以捏出来鼓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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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样子我的所有折痕就捏好了 之后呢看这个CP图这里 这一条和这一条 基本上全都是山线红色的 那么它这一块呢就会成为这里 这个正方形是这一块 然后之后往下延伸 往上延伸 往左往右这样子延伸的 所以首先呢从这个正方形开始把它这里的两个边捏起来 然后里面三角形凹进去 这样子把它给收起来 这里就是各种90度哈 然后呢因为这里的这个是两层的所以说底下还会有一个这样的三角形 同样的这里的边捏出来 并且往下 并且往下 这样子 捏平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棱 那这一块也是同样的处理 这里的边捏出来 并且在这儿这样压平 这里已经收好的地方呢 可以用回形针或者夹子把它给固定一下 那么这些三角形的地方都是同样的处理 就捏出这样的两条边 然后把它往下这样子压平 这样子第一个正方体就是差不多的出来了 现在呢这个纸就变成了这样 之后看到CP图的这一块 这条线 也就是这条线 是应该凸出来的 然后这里是凹进去的 也就是说 要捏出这条线 然后这样子 前面一条往下凹 这样子合过来 那这里这块呢 是需要让它凹下去的 因为可以看到这个完成品这里 这里是凹陷的一块 就是这个点是要往下凹的 那首先这里先收成这样 然后这里也是同样的 这里这条是凸出来的 这条是凹进去的 所以说也是和下面同样的 这样子捏过来 之后呢里面这里 也是有一个三角形的结构嘛 它会自然而然的想要形成那个样子 但是呢我们先需要把这个点给戳下去 然后把旁边的这些的凹凸给捏一下 差不多先变成这样啊 然后呢到背面来 把这个形状给捏捏好 之后呢 这一条线 也就是这一条线 它在正面是扇线 那它在背面就需要变成骨线 也就是说要把这块三角形立成这样 沿着这条线 把它这样子 往这捏 就差不多成为这样就可以了 之后呢 需要再整理一下其他的折痕 正面的折痕 都整理一下 背面是长这样的 就相当于这里有一面镜子 然后前面是凸出来的一个三角形的结构 后面是往里凹的一个三角形的结构 就是这个样子 之后呢 剩下的结构都是有同样的规律的 首先可以看一下CP图的这里 这条线和这条线 它是一直延伸着的凸起来 凹进去 然后这条线呢 在这里有 风骨的转换 所以说是先把这两条线给做出来 再做这边的两条线 也就是说先做这里的这个结构 之后再做这儿的结构 那我们首先从这里开始 旁边的两条捏出来 朝着三角形这里 按下去 这样子又出来一个正方体了 之后再收这里的 这条都凸出来 往下捏这样 然后最后一个角 这样子整个作品就都完成了 现在可以看到它还是非常的混乱的 特别是这里的边什么的 因为刚刚18等分 并没有做得特别的精确 所以说特别需要整形 先把它都稍微的固定一下 之后呢 从这个角开始上点胶 顺便让这些折痕什么的 这些边都对齐 也好 正面的这些缝隙基本上都上好胶了之后呢 背面的这些凸出来的我还是再上点胶 那么今天的完成品就是长这样的 从背面看里面是这样 这样子今天的这个正方体堆就完成了 嘿对我呢投个硬币 顺便关注一下我 之后在评论区留个言 写点建议 下期我们再见吧 呜呜